大家好,我是Travis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场百万美金买入的超高额牌局 如果你想知道本期视频的手牌精不精彩 你只需要看一个人是睡着还是醒着 Tom段面对Rob Young翻钱25万的家住 拿着对圈,双方后手深度将近200万 这是要打光了吗 让我们继续吧 端枪口加一入池 Airbow 300 两个人单挑 They're going to be sitting next to each other I'm pretty happy right now I love by the way the felt changing each day How sweet is that? Airbowl with 9% equity Funpike airbow Cee by 75 G 读案顶对跟注 转牌10红桃 其实这张牌是少数几个 对翻前三百的人很不友好的一张牌 因为这张牌让对面的人很多牌都增强 读案这时候可以有顺子 Ace Queen 八九 也可以有很多的两个对 比如King10 Gull10 甚至三条10 而且很多QueenX的牌都成了带着对子的两头顺听牌 这样翻前三百的人在强牌方面不再占有明显的优势了 所以在打第二枪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 对比之下如果转牌是个白板 比如R3 那Airbow的范围里的Ace King之类的牌 还会是摇摇领先的 就可以大胆放心的锤第二枪了 第二枪CB的频率也就跟着上去了 结果Airbow还是打了一枪 断继续跟 和牌K Airbow放弃Bluff了 排局开始之前不是说好的要给所有人最大压力吗 段收持收得太轻松 这时候有新人加入战局 叫Harellabus 刚一坐下拿到对圈 刚好碰上汉子用对抗Open 对圈三百 谁能想到身后装卫 Rob拿到了Aces 四百到六万 对根儿秒气了 它已经拍摄了 它会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 我愿意把描述 对 对 我们可以做的 对 Quins跟住 双弯后手一百万美心 替Quins捏把汗了 Club 如果是他说的 好 好 十分高 翻牌Rob居然狡猾地check back了 转牌继续发出小牌 Quins打了个保护住五万 Aces加到15万 我猜他就是认定 对面打出这个大小 不然三掉十了 于是放心大胆地 开始拿价值 打算把前一条街 没拿的价值找回来 但是一般这种line 如果要有bluff 通常是用后门出来的 一些听牌做bluff 可是这里后门出来的听牌 我真的找不太出来 主要是排面三四 六这几个低牌 跟Rob翻前四百范围 连不到一块去 我个人认为 这个家族严重偏向的价值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Quins跟了 合牌出了攻队六 Rob打了25万到43万地吃 最后Quins还是支付了 刚一坐下先送了40多万 太倒霉了 Duan首先open 拉斯哥Hank身后AK300 Airbow400到45000 中央四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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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哥来了二十万五败 Airbow放弃 拉斯哥收持 据说每把牌拿到Ace King的概率 大概在2.11%左右 所以拉斯哥又可以再小睡一会儿 补一补觉 下一手牌汉斯卡托夫主持 Heralibus又拿到对圈 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把对圈输怕了 不敢三败了 只是平根 Rob也进来了 撕二方片 翻牌Rob有一个童话顺听牌 没有自动过牌给汉斯 而是自己跳出来打了一枪 汉斯中了两对 在他眼里Rob会是什么牌呢 我个人的经验是 越是水平高的玩家 他们的主动领打 越偏向AQT很高的牌 包括一些强听牌 越是经验不足的玩家 零打范围越倾向于中等牌力的对子 比如顶对 或者在低牌牌面的任何对子 这里Rob明显没有三条A 按三条3或者按三条6 我真不觉得他会零打出来 这里他要是打一个很小的挑逗主 倒是有可能有超强的成牌 但是他却打了满持 唯一有一丝可能的强成牌 可能就是那种比较脆弱 比较容易被反超的 敌两对 这里的三六 剩下可能这么打的 就都是强听牌了 再考虑到他打了满持 确实很有可能是一些组合听牌 汉斯果然加住了 加到五万五 对面跟 转牌给了汉斯葫芦 他打了底持的百分之四十五万 Rob成了铜花 但是最小的铜花 对方可以是更大的铜花 也可能是葫芦 最后他想了半天 还是跟住了 寄希望于对手是 Ace King Ace Queen 这样的名三条A 因为牌面上A四十方片 所以如果对手是名三条A四 现在还肯定不是铜花 合牌这张牌发的 要不怎么大家都说汉斯的哈斯勒 上运气一直不好呢 发出四张方片 Rob真的是想支付都支付不动了 最后很快弃牌了 这有牌先是汉姆林普 汉克在身后加注 大哥在小盲三脉 Ace King 翻牌他C拜了一箱小的 汉克带着后门花和后门树 转排八方片 给了有位置的汉克坚果童话听牌 从Dog的角度 在这张白板出现之后 他可以开始集化自己的范围 大概在King Queen以上的牌力 都可以有一个脚大尺度 第二枪的下注 甚至可以超尺 一起绑定的Bluff 其实也很好找 自然的听牌 主要是后门花听牌 九十十勾的卡顺 不太容易想到的Bluff 主要包括 阻挡了跟注范围的一些牌 比如阻挡了对方后门花听牌的 带Ace方面的Ace勾 阻挡了一些顶对的King High 比如K-Go K-10 汉克继续跟注 到了合牌 不阻挡对方顶对 Queen X的Aces Kings 我觉得可以继续开第三枪 拿价值 Ace Queen King Queen 由于阻挡了顶对 可以用来过牌跟注 来抓对手没中听牌的机 Dug第三枪 20万到27万底持 大部分人可能以为 这手牌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拉斯哥 汉克开始思考 是在考虑Ace High抓鸡吗 不是 是要All In Bluff 当时直播的时候 我也直接看傻了 小100万美金的Bluff 之前从来没有在电视直播上看过 这还不是那种翻前四败五败之后 连续三枪All In那种Bluff 这是明知道对手很有可能是Aces Kings 还是硬要推All In 就是赌你一个队子跟不动 这种Bluff太需要胆量和勇气了 有些相对的 有多了 有数多的手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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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Dog 开局前发推特说争取打一手200万抵制的牌 这下是机会来了 通过他当时的反应 我觉得他始终是在从理论上考虑 比如自己的牌有没有很好的阻挡牌 该用多少频率在这里跟住等等 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其实也可以开阔个思路 这种比较罕见的场合 可以学学读案是怎么处理的 看马脚 上期视频中我提到读案故意等6分钟 就是想看Dog当时会不会主动叫Clock 通过这个来判断对面神牌 还没有看那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在视频上找到链接 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现学现卖一下 也故意等他个10分钟 如果拉斯哥很坦然很平静的 慢慢变得昏昏欲睡 我觉得是不是拿大牌的可能性就变大了呀 要是真在bluff的话 心脏不得一直狂跳 肯定不会睡着吧 开个玩笑 最后Dog决定用抽随机数的方式 说自己抓两次牌 如果每次都拿到Ace红桃就跟住 不然就弃牌 这样从数学上把自己跟住频率控制在四分之一 也是真行 我们看第一次抓牌 不是红桃 直接起牌了 拉斯哥直接起飞了 跳起来秀bluff Airbow旁边看傻了 Instant Legend Props Tank Tank Rampage Who What's up, a fish? Yeah, it's a fish block To be honest No, I blocked Jack Diamond Yup, you blocked Jack 10 My story, 10 Jack Diamond Good story Why call it flop? 下一手牌, Dog Open 几个人平根 这首场外的观众 刚看到威斯里 Bluff掉快两百万美金那首牌 因为有两小时的延迟 Dun也离桌 抱了一下威斯里 略微表示一下不好意思 Dun也是太会做人了 回来之后秒跟三败 九十不通花 翻牌段中了个两头顺听牌 对面蹊败了一个小尺寸 Rightly so, giving Wesley props for just going for it I didn't know we'd see three million I mean, that's fucking I was trying to help create that vibe Yeah, of course I mean, the fact that you blocked it off to Tom Right away I mean, I know it's not your goal But it kind of set the tone For like, we're not scared To play big pots today And we shouldn't be If we're going to play the six We need to fucking play the six That's why like I told Ryan to me I'm happy to play five more But I don't want to get Stroud on the time I think we all will end up playing tight You want a good game This is fun Because I got off the chip Dun轻轻加注 手持 本期视频最后一手牌 Rob对圈儿加注到5K Airballs hijack三败 我感觉光我这一期视频 Airball翻前拿烂牌 加注别人 累计起来都花了小十万了 结果一个翻牌都没看到 Dunan也拿到了对圈 在小忙四败到六万七 结果Rob五败到二十五万 可能他觉得Dun刚赢了 魏斯里一个超大的敌持 这把牌的四败 很有操作的嫌疑 特别的选择 为Mr.Tom I wouldn't be surprised to see dirt Are you in the pump? Yeah What the fuck? You just made a two hundred fifty thousand You don't know who's in the pump? I'm asking you how many do I have You have 1.1 回到Dun很挣扎 Rob Tom What the fuck? 1.1 1.9 It looks like a folding motion 结果最后气排了 不想他没位置 情况下跟Rob打一个五败底持 不过刚才似乎同样的情况 拿着对圈 跟魏斯里刚刚干过一家 这说明在Dun心里 Rob更紧呢 还是他更忌惮Rob呢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看 这个系列的第一期视频 可以点击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